-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盤踞各大影音平台熱播排行榜的《以家人之名》Go Ahead 《以家人之名》共有40集,以家庭教育與兄妹情誼作為主要劇情線 從第13集開始加入有如漫畫般超展開的愛情線,讓網路上的評價兩極 雖然我們也覺得部分愛情戲碼有點過度甜膩 但憑心而論,整齣影集的清醒線卻是十分寫實暖心又深刻立體的 非常值得推薦 所謂《以家人之名》通常後面會接的句子就是《行傷害之時》 而我們認為這才是這齣影集的主軸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我們會先做劇情摘要 再一一介紹本劇的主要角色,以及三種截然不同的親子關係 不管你有沒有看過《以家人之名》 都可以快速掌握角色背景還有看點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聽我們聊更多的戲劇喔! 《以家人之名》是以李家為核心所展開的故事 女主角李堅堅,在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因為懷孕病發症過世了 李家就只剩下經營面對的父親李海潮 以七歲的小女兒相依為命 某天李家樓上搬來了一家三口 忙碌的警察林和平、冷漠的陳婷 以及兩人陰遇的九歲兒子林霄 總是吵吵鬧鬧的林家,原來藏有一個令人心碎的秘密 曾經有個小女兒意外身亡 而這也使得夫妻兩人最後鬧翻離婚了 而熱心的李海潮也主動去照應著林霄的起居 但是過沒多久,李海潮的相親對象赫梅 卻也將自己的兒子赫子丘託付給李海潮 獨自離開家鄉去工作音訊全無 就這樣李堅堅莫名其妙地多了兩個疼愛他的哥哥 而這奇妙的一家五口 有兩個個性窘異的爸爸帶著三個無血緣的孩子 過著他們幸福的日常 然而當兩個哥哥上高中之後 他們各自的生母與生父卻找上門來 以愛為名,行傷害之時 間接拆散了這五家之口 讓林霄與赫子丘被迫離開家鄉 九年之後,在異鄉過著破碎人生的他們 決定努力找到回家的路 卻發現自己跟妹妹李堅堅 成為了最親密的陌生人 同樣失去母親的兄妹三人 原先有著彼此守護 卻在青春年少的九年間被迫獨自成長 當他們在重逢時互相療傷 和愛護的人一定可以 那不就是得結婚嗎 結婚那只是暫時地成為家人 一旦不再珍惜和愛護 那還不得離婚 如果仗著是家人 就隨意怠慢的話 那再見人的感情 也會變得脆弱 李堅堅從小在充滿愛的家庭中長大 培養出了莫名其妙的自信與樂觀 董事的堅堅不希望讓父親傷心 所以就刻意假裝不想媽媽 總是使出了全力要逗爸爸開心 但也因為李海蕎的善良與樂天 做了一個完美的示範 讓堅堅相信 就算沒有媽媽 他們父女兩人也可以活得很好 直到總是一人玩耍的堅堅 認識了新斑來的凌霄哥哥 他發現自己終於可以擁有一個夢想已久的哥哥 堅堅一直主動去撬開凌霄的心門 還分享自己偷偷思念媽媽的方式 後來當父親將另外一個被媽媽拋棄的賀子秋 帶回家裡一起生活時 三個同樣沒有媽媽的兄妹 一起團結抵禦外伍 今天就這樣幸福快樂地長大了 直到高中 被兩個哥哥寵愛整得尖尖 有小哥賀子秋幫他偷買甜食 陪他四處闖禍 有著大哥凌霄幫他看功課 收拾殘局 但事實上 看來放縱任性的他 卻一直都是兩個哥哥的心靈寄託 人生就是你越思考 越讓你無法理解的東西 你還懂這也懂人嗎 什麼你講 我上課的時候思考人生思考出來的 那不思考怎麼辦 過唄 一天天的過 過了今天再過明天 吃飯睡覺為考試煩惱 那今天的煩惱過不了 還有明天的煩惱 只要人活著 一天天的過 一天天的沒完沒了 還挺押韻啊 嘿嘿 然而當他們分別因為各自不同的原因 決定離家去新加坡與英國求學 漸漸發現 自己就算怎麼努力保持聯繫 三個人終究還是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樣 四處紛飛 各自落地生根 漸漸自己不僅成為了雕刻藝術家 在外與閨蜜們也開始了同居的新生活 他與哥哥們變得像是許久不見的遠房親戚一樣 逢年佳節傳個訊息 只剩下童年時的模糊回憶而已 然而過了九年之後 哥哥們卻不約兒童地回來 兩人不僅為了愛吃甜食的他成為了牙醫以及甜點師 還積極地纏在他的身邊 希望能夠彌補過去九年的空白 這突如其來的一切都讓他倍感壓力 在這尷尬又不知所措的互動中 漸漸卻也發現了哥哥獨自在意鄉的秘密 早就獨自長大的漸漸 在哥哥不在的日子裡 已經成為了一個25歲的小女人了 他一方面想要治癒得了焦慮症的大哥 不僅為他佈置房間,帶他慢跑 還要安撫一直刷存在感對自己管東管西的小哥 我想照顧的那個人是五歲的李堅堅 十歲的李堅堅和十六歲的李堅堅 可二十五歲的李堅堅不但可以照顧好自己 還能照顧你們 刑事並不重要 可能在法律上我們不在一個戶口本上 但是在我們的心裏一直有一個戶口本 上面有我們對方的名字 不就好了嗎 重新認識兩個哥哥的堅堅 才看見了,衛裝成了完整的耀眼的兩個家人 身上早已經是傷痕累累 從小就是哥哥們力量的堅堅 也將過去九年隱藏起來的情感釋放出來 為哥哥們止痛療傷,也為自己找到了幸福 不會是為了李堅堅嗎 你是不是瘋了 連工作都不要了 我已經在家裏那邊找到工作了 媽跟你在一起這麼久了 這還不是你家是嗎 林霄原本是個開朗多化的孩子 直到妹妹的意外,她的人生從此改變 林霄與妹妹在某天母親外出打牌時被反鎖在屋內 然而妹妹卻因為林霄未知的核桃給噎死了 那天打雷下雨,讓無法出門求救的林霄 就算打破玻璃不斷吼叫都沒人發現 自責的母親陳婷,從此對兒子產生了複雜的情感 一方面怪罪她沒有照顧好妹妹 二方面又害怕再度失去這個孩子 在自己得了創傷症候群之後 跟丈夫林和平的爭吵不斷,最後終於獨自離家 妹妹的死以及母親的離去,都讓林霄自責不已 原先對熱情好動的尖尖感到很反感 但漸漸地她從禮家中找到家庭的溫暖 她對尖尖和紫秋無微不至地照顧 讓她的心靈有了新的寄託 個性低調又穩重的林霄,在成長過程中 總是自律讀書,主動做家事 默默地處理好所有的事情,從不讓長輩們擔心 但唯獨對於外婆那邊的心機特別排斥 後來她內心的虧欠與傷痛 在陳婷帶著同父異母的妹妹出現之後,被刺激了出來 更雪上加霜的是,媽媽還發生了嚴重的車禍 迫使她獨自到新加坡照顧媽媽和妹妹 而來自母女兩人的情緒勒索 讓她的年少時期被全然地控制與消費 這讓本來就習慣用付出來贖罪的她 變得更加壓抑與優異 使得她原先的失眠狀況變得更加嚴重 而總是忙於公務,無力也無能幫忙的父親 也無法為了遠在異鄉的林霄來分擔 於是,從前在李家的生活,以及漸漸的模樣 就成了她熬日子的唯一寄託 我們在網路上找資料時 看到這齣劇在後半段得到的一些負面評價 其中有一些就是針對林霄追求尖尖的作為太過激烈 讓觀眾覺得溫馨的救妹情變直了 但事實上,從劇集很早開始 就一直在鋪陳這條感情線了 例如林霄早就在高中時暗戀尖尖 也曾經不小心說出《我娶你》 以及《長大之後我們一輩子不分開》這樣的承諾 也表示過不想要尖尖一直來自己的房間 同時在林霄單純的生活環境中 本來就缺乏多嚴的女性形象 所以個性明快又豁達的尖尖 自然會成為完全相反的自己,一個嚮往的投射 當她因為母親的意外,被罪惡感驅使而離家 承受著巨大的學業與家庭壓力 在異鄉沒有機會拓展交友圈的她 只剩下童年時的美好回憶作為努力的動力 自然而然就會放大原先對於尖尖親美主法的情愫了 同時也因為想要照顧滿嘴蛀牙的尖尖而成為了牙醫 當自己好不容易回到家,還躲不開媽媽的林霄 當然也會像是反射動作一樣 對無法接受她的尖尖使用同樣的手法 一頭熱的要對方接受自己的安排 還好成熟的尖尖,用健康的陪伴讓林霄從過去的悲慘中走出來 再加上看到紫秋的掙扎,更讓林霄堅強起來 重新體驗海底時的親情 更是能夠學會在尖尖面前,暫時放下大哥的擔子 接受被愛、被照顧 甚至在最後當母親試圖親生時出聲提醒她 如果覺得做錯了,只有活著才能彌補 如果死了,就一切都停止了 那些痛苦的記憶就會永遠在那裡,不會變好 受過這麼多苦的她,曾經絕望地說出 大人生孩子,就是為了孩子的功用 又來寄託希望也好,又來傳宗接代也好,或是用來養老也好 對她而言,27歲前的自己,就是用來還債的 她希望這些付出,可以讓死去的妹妹原諒自己 把借媽媽的債都還清了 她希望回到那些無血緣的家人身邊 自己就能夠擺脫過去的陰影,重新開始 就能夠擺脫 賀梅在與趙華光離婚之後,才發現自己已經懷孕 然而個性堅毅,一億個孤行的賀梅 決定自行生下兒子子秋 但是只剩一人的她撫養不起兒子,獨自前往都市賺生活費 李海潮看到瘦小的子秋在外婆家幫工 心軟的她就把子秋帶回家照顧 被母親拋棄沒有安全感的子秋 從小到大用盡全力證明自己的價值,來照顧這得來不易的家人 她勤勞地在餐館打掃 半夜起來在洗衣服 幫爸爸煮飯 今天要去哪裡她都陪著 也就這樣跟著大哥與妹妹長大了 但表面上機裡用搞笑的子秋 內心卻是缺了一塊 她雖然嘴硬說不想媽媽 但卻總是在尋找她的身影 時常拿出媽媽的照片思念她 當她看著林霄與陳婷的互動時 她比誰都還義憤填膺 隨應說不想看到自己的母親 但事實上她卻希望有一天 媽媽能夠出現告訴她不再回來的真相 高塞那一年子秋的生父趙華光出現了 想要帶子秋認祖歸宗 但是在子秋多次的拒絕之下 轉而向李海潮施壓 再加上誤會了尖尖摔傷 讓子秋決定自我犧牲 跟生父離開 以換得李家的安寧 然而到了英國念書才兩年 子秋因為不肯改姓而被生父斷了經緣 靠著自己辦公辦讀畢業 存了一筆錢決定回家鄉為妹妹開甜點店 因為同年紀人籬下的經驗 讓子秋最討厭被可憐 所以即便自己創業、租房或是借錢給阿姨 她都想辦法打腫臉充胖子 甚至搞到需要動用信用卡來循環借款 原本滿懷希望要回來光宗耀祖的她 卻被尖尖碰了一鼻子灰 這讓絕望的她一度為了要成為永遠的李家人 而糊塗地向妹妹求婚 只希望能夠在戶口名簿上有個合法的位置 但同時間她又發現阿媽早就回到家鄉 卻沒來找她 而再次確信 自己終究只是沒有人要的孩子 直到子秋一連串的謊言被家人拆穿 林肖跟尖尖為她瞻前顧後 子秋才願意放下面子,接受家人的幫助 在得知了母親消失的真相之後 她也才終於對過往釋懷 讓子秋終於從一個受傷的孩子 成長為一個有自信的大人了 這個總是悶聲做大事、內心演小劇場的小哥 不僅以親身父母和解了 還能夠開導林肖的親妹妹陳子 化解了她與李家的衝突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這三中妹更多的故事感到很好奇呢? 因為篇幅有限,我們今天只能就這三位主角去介紹家庭背景以及成長的歷程 但其實劇中還有好多深刻的角色還沒有介紹到 例如被眾人視為真正爸爸的李海潮 兩個母親陳婷與賀蘭的可憐與可恨之處 以及其他父母親與親戚對於生養孩子的觀念以及做法 當然還有三兄妹彼此的情感與互動關係 都非常值得深度解析喔!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您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或是段落喔!